刘骏要因癌症之亡疑脏癌是医师也叹太年轻。 三军总医院即上午证时,名嘴刘骏要昨晚因疑脏癌病逝,享年52岁。 疑脏癌宿有癌症之亡称号,医师指出,疑脏癌好发于60岁以上族群,症状不明显故发现时多未晚期,即便手术切除还是可能复发或转移,50岁以上患疼尿病层疑脏发炎者都是高危险群,若有不明黄胆,上腹部猛痛或体重骤减,务必就医检查。 根据卫福部相关统计,疑脏癌高,据去年国人十大癌症死因第八位,共酿2082人死亡,2015年保险市国内有1948人因疑脏癌死亡,死亡者难多于女,提醒民众注意。 卫生福利不统计,疑脏癌高,据去年国人十大癌症死因第八位,共酿2082人死亡,同时也是男性十大癌症死亡率第八名,女性第五名。 死亡率为每10万人有8.8人,死亡年龄中位数为70岁。 2015年癌症登纪年报也显示,疑脏癌当年有新增2237名新发个案,分别是男性1241人,女性996人,发生率排名分别是男性第十二位,女性第十三位。 因癌症之亡,疑脏癌过世的名人不少,除了今年赴瑞士接受安乐死的资深体育主播副达人,还有美国传奇灵魂歌后爱瑞莎弗兰克林,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爬滑落地,米其林摘心巨匠,法国名厨侯不雄,在哈利波特系列电影饰演时内部的英国演员埃伦瑞克曼等人,香港艺人, 罗慧娟也不敌此病此事。 疑脏癌权威台大医院一般外科主任田玉文指出,疑脏癌多位疑脏腺癌致死率高。 至于抗癌7年才过世的苹果创办人甲博斯罹患的是疑脏神经内分泌肿瘤,田玉文强调这与疑脏腺癌是完全不同的疾病,存活率也天差地远,疑脏神经内分泌肿瘤5年存活率达40%,疑脏腺癌却只有8%。 癌症希望基金会董事长长庚医院教授王正旭指出,疑脏未愈后腹腔,癌变症状不明显,也少有效的筛减与预防方式,故发现十多未晚期,若患者却诊时已是第四期,存活时间只有6到9个月,甚至更短,死亡率高达9成,堪称沉默杀手之一。 田玉文说,疑脏癌若未阻塞到胆管造成黄胆症状,大部分都要到晚期出现腹痛或被痛后才发现。 且疑脏会分泌保护癌细胞的纤维组织,把肿瘤包围起来,像是在肿瘤外住一道墙,化疗电疗都难以攻破。 稍早有,不具名的三种医师透露,刘俊耀的胰脏癌发现时已数晚期,最近一两年陆续在三种治疗,半年前病情出现变化,一个月前急速恶化。 王正旭说,疑脏癌好发于60岁以上族群,已52岁病逝的年龄,确实相对年轻,疑脏癌容易恶化,无法控制。 大多数病人癌细胞会转到肝脏或有其他因素导致恶化,变成癌症的病治,身形暴受且营养不足身体虚弱,亦导致器官衰竭死亡。 田玉文表示,治疗胰脏癌最好的方法还是手术,但只有2成到2成5的患者诊断后能动手术,就是因为胰脏癌侵犯周边神经,很难切除干净,且因此容易复发或转移到其他部位。 王正旭也说,若能幸运早期发现一脏癌,则以手术切除为主,之后是状况追加化疗,放疗。 若未晚期,手术可能对患者没有太大帮助,且肿瘤压破胆管造成阻塞性黄胆,出现眼白变黄,茶色尿等症状,必须先做引流才能进行后续化疗。 目前化疗虽有进展,但效果仍不是太好。 随医疗科技进步,田玉文说,早期胰脏癌开刀切除干净,再搭配化疗,最近法国有研究显示平均可存活约50个月,而其他则平均存活约30个月。 他并提醒,50岁以上且离患糖尿病,曾有胰脏发炎病史或有胰脏癌家族病史,都属高危险群,令抽烟也可能与胰脏癌相关,与若出现不明黄胆,腹痛或背痛,建议尽早就医检查。 王正旭表示,因胰脏位于腹腔深处,不易做超音波,电脑断层射影等检查早期揪出,也没有较好的预防方式,只能提醒60岁以上竹群平时若有不明上腹部门不适感,照未进却无发现异状,且和病有体重减轻,就要怀疑恐是胰脏癌上身,最好做进一步进行。 根据胰脏癌最新的2015年癌症登记年报,胰脏癌未居2015年国人十大癌症死因的第八位,共1948人因胰脏癌死亡,每10万人就有8.29人因胰脏癌死亡。 胰脏癌发生的个案数,占全部恶性肿瘤发生个案数的2.13%,因胰脏癌死亡的人数则占全部恶性肿瘤死亡人数的4.16%。 发生率的排名于男性位第12位,女性位第13位,死亡率的排名于男性位第8位,女性位第5位。 上述资料显示,台湾2015年男性因胰脏癌死亡者有1086人,每10万人就有9.27人因胰脏癌死亡,女性则有862人,每10万人就有7.32人因胰脏癌死亡。 一打医院未肠肝胆科主治医师王文伦说,国内近5年胰脏癌人口增约5成,确诊10多半世中晚期,5年存活率经10%,堪称最凶险癌症。